妹妹 能不能利用你的江湖地位 或者什么 我的江湖地位啊 帮我 弄早一点唱 弄早一下 哈哈哈 下一个 下一个张维健 下一个肯定是你 哈 哈哈 死害吧 你看这 雷剑哥这会儿都已经 嗯 我挺好的 哈哈哈你看 活力的啊是吧 嗯 耶特别开心 我喜欢等 有本事永远不要叫我上台 那确实是美好的愿望 哈哈哈 镜头下镜头下下 下跳跳跳跳 超级大哥就是停不下来 然后活蹦乱跳 所以我就是好佩服他这个经历 我这样子 下一轮即将出演的是 来个拿顶啊 嗯 张卫健 哇 哈哈终于等到了 这个 终于等了 哈哈哈 等到 你不能流泪流泪就 往后排了啊 我跟你说流泪往后排了啊 ok 哎呀终于到我了真的 我可 兴奋呢 啊 然后呢 一出了那个门 兴奋的感觉 渐渐被 紧张取代了 鼻子偏高一点 好看一点 哈哈哈哈 我选这首歌 是因为会有一些朋友 会拼命的工作 把健康这两个字 压在很后面 但是健康有可能 一觉醒来 他不再陪伴着你了 既然他不是必然的话 然后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他 我希望把这个正面的讯息 带给观众 开启你们的追光物品 高科技的 哈哈哈哈 打一看看 呦 这么大一个移动用盘啊 哈哈哈 这升卡 对 哇这个好厉害 哇 这是对我刚开始玩说唱的时候 就开始用他 这是一个陪伴你多年的升卡 他就是见证了 我从零到有 对 所有所有的这个过程 对 比如说二字娃娃呀 都是拿这个 但是很可惜就是 烧了烧了就退休了 你的呢 看我的 哎呀好 不会是快板吧 哈哈哈 哦有可能 哈哈哈 你啊 对 哎 藏山大褂 哇这嫩粉 颜色挺潮的 然后这是我第一个专场的 第一个节目穿的大褂 哦 粉丝给他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小沙 死亡芭比粉 哈哈哈 说这色特别衬的脸特别黑 你说尽量就让他就封箱吧 所以说基本没怎么穿 死亡芭比粉 芭比 这颜色是很好的 只是可能我驾驭不了这个颜色 好 就就就扛着了 请两位追光者带着追光物品 开启光门 光路请开启 哦 哇 请将追光物品 放入柜子里 沉不沉 哇天哪我瞬间有没有感觉就是找到了他的 该存在的那个归属 对就这个地方就应该放他 我在家里面就是把它放到一箱子里 然后放到我的 库里面 你你给他放在这你看就特别提气 显得他也特有质感 就你不说我没人知道他是坏的 哈哈哈哈哈哈 来抱起他 对 用空 小心上面啊 哎呀好 ok 说完了 我感觉进到这个博物馆 这样有那种有那种感觉对 我们可以看一遍吗 对这我特好奇这吴仁玉老师这是 你看都得聊一下这个 这儿为啥没有涂棍 为死 这是还没到应该是 吴仁玉老师是一会儿进来之后 他就自己就就站这儿了吗 就哈哈哈 他为啥没有玻璃棍啊 他是一会儿不是搬个家具吗 哈哈哈 对吴仁玉老师站着 应该是特技设计设计的一个 这这个太好奇了 这个是不是里面有人无解好奇 走吧进去吧 可以了可以了 一个摄像什么的一个rapper 他俩就ra起来 对 我这个是是市值20块 哎哎哎哎 是市值20块的一个一个黑板 是 这这我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我上面有个名片 这个名片是18年参加新售唱的时候 被淘汰以后我留下来的 然后我为了 19年不是又去参加了吗 为了激励自己就把这个贴在这儿 然后这个是离比赛还有30天的时候 然后我写了一个还有30天 然后我每天要干的两件事情是 就是练freestyle和写歌 这个是这个是街舞我的那个冠军毛巾 呃这个毛巾 你觉得做怎么样 那肯定帅啊 但是这个毛巾呢还有一个很厉害 你说你可以试一下 嗯 往这边往这边 你你全部全部扒过来 对 哎呦 这个是全 哇 这么帅的吗 平安爱是吧 耶 这就是街舞组冠军海里 这就是 平安爱 这个毛巾其实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是 因为 这是街舞 他当时播出完之后让整个中国街舞其实让更多人看到了和认识了更喜欢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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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毛巾也是代表着就是 所有的舞者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我来说是 街舞说唱是一家 比较重要 Peace and love Peace and love 哦 is that right yes thank you I learned it this morning thank you very much 请开启你们的追光物品 so this is my first solo album wow yeah i released this in in japan and i designed this this um this local by myself wow great intro what about yours it's uh competation uh in belarus in europe so 6 years ago i stay winner in this competition yes wow you started in 1999 yes when you were like 8 uh no when i'm 5 years old what baby hey butter he 好吗 好 好帅 太帅了 这是一个奖杯 那么大 那这样式的这样包着 不是 这不能打开 你要打开干嘛 好像可以做火锅一样 你看火锅 你的呢 我的啊 我的其实 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其实我 带来的就是 我在走演艺圈这一行的每一个阶段 让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点 你看前面这个呢 《新花园》 啊 美座 当年的F4 每个人都看过 那是我第一次拍宣传照 而且是还没有被选上任何东西 只是刚落地在台北 然后我那个一个朋友说 哎 你有没有宣传照 我说什么宣传照 啊 你进来进来进来我公司 然后 他就直接拿一个相机 然后就帮我拍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就 所以这时候还没有流星花园 还没流星花园 所以你那时候就离子烫 这哪是离子烫啊 哈哈 这个这个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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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执法 对对对对 我期待跟你同台 我也是 我们说过的 对啊 你就不要穿这么高的鞋子 好不好 好 等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们也很随意 我也他们俩像到家了一样 哈喽 哎呦哈喽哈喽哈喽你好 江江 哦你这是专辑哦 那我的专辑原色专辑 我带了这两个奖杯 哇 第一次获得的奖 叫金钟奖的金奖 对然后 这个奖杯是我一三年 参加清歌赛的时候的 全国的第一名 对我觉得 我给你展示一下 谢谢谢谢 哇 地上显示的是年份的刻度 红代歌手 请走到属于你们自己的出道年份 哦看到了 并将追光物品 放入柜子里 ok 来哎呦 没事你先开 奖杯比较重要 专辑可以再买 没有没有 这个好嘞 这应该是要朝外 对这应该是 是对是我的 哎呦那你这张唱片 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对我在北京的岁月 我在北京录制的 哦是吗 对啊 就是 就就三个 哎四个四个男生 李宗盛我 玉伯李建青 四个人混在录音室里面 玩出来的一张专辑 哎呦那 所以回头到时候去 去来去听一听 对因为 不行 没有 因为你好多歌 我都特别特别喜欢 真的 但是我唱不了 我唱不了 我唱不了 听你讲话 好像有种娓娓道来的